来,观人这样一把路头啊,你这个ID属实是伤到我了,我得好好看看你 杂技,邮差,心理加佣兵 呃,这个一套不能打架的阵容,但是这套阵容你别说啊,修机速度还不错 对吧,救人也有,还有回血能力 这个阵容,只要他不太能打,不太能打呢,就不太觉得穷者能赢 就这个双方打到后面趋向于一个平局 就谁占优势可能打到后面都是往平局方向走 除非这边前期一个牵制节奏很好,那第一刀打中路头这边锅子5秒钟 跟近一波距离以后压住,待会交闪现,带走一个60秒出头 哎呦,他这边放狗,完了 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有必要,因为这个杂技被抓 说实话呢,救下来可能还有二六 但是邮差被抓的话,二六面要小很多啊 这波穷者已经打乱了,穷者已经打乱了,再补勾,好的,漂亮 不得不说,这小兄弟实力还是有的,前面一个地压室 完了呀,这怎么办呢,这小发力也发不出来啊,这把穷者这边只能卖掉 卖掉这个邮差,然后求保平,看一下佣兵 外面两台半的样子啊,总量应该是两台半多一点 呃,求保者这边,要救啊,要救,你也打不出一个四轮开门战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的,对吧 你看,你这边救下这个邮差,你也保不活,没有OB能力 等第二波救人,你说把密码机压好是不太可能的 你做不到压机救人,你就打不了四轮开门战 打不了四轮开门战,你说实话就不太能完成多跑 那么我救他干嘛呢,还有风险,算了吧 那就当我没说 闪现落地道 不打,这波无伤救人 嘿嘿嘿嘿 嘿嘿嘿,哎呀,这傭兵救的真好啊 这司机把握的,完美无缺 无伤救人 路头的地下室无伤救人 你这个解说会不会玩 待会不会四轮开门战什么的吧 这怎么四轮开门战呢,关键事啊 这还倒的太遗产机,哎,你没挂遗产吗 可以可以可以,过去那夹子把那个机子封了,好不好 哦,过半了 我刚没留意到过半了 那行吧 过半也行 这个,但是无伤救人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于一个路头来讲 路头,地下室,佣兵 你都是没有办法救下人来的,对吧 我那边勾子压住以后,勾子压落地刀 这边补,哎,也勾 再挂地压室啊 估计是要挂地压室的 这个距离差不多 你说挂遗产机嘛也行 他挂遗产机,挂遗产机我们看一下 这边,机子差了百分之二十的样子 应该是,百分之十五 放下吧 人挂上,这边要抢机子 切时长 没必要切时长的 这个局 其实我觉得刚才不去挂遗产机 往电压室挂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里人捞下来 哎,切啊,我天 真切啊 也行 这个时间点切还是可以的 这个时间点切还是可以的 这边的话一勾把佣兵勾回来 应该是赢了 没勾到 那夹子封击 外面的话,杂技去重启 小房重启,起机子 这里心里的话三刀 这把是真的 说什么都不对呀 追轮 这个市场一切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 隐隐约约要翻盘的意思呢 因为球者这边全部拉开了 他们只要不要来强抽这台密码机 他们只要能够小小兴兴的把状态一补 杂技这个时候得走啊 杂技 杂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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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走来不及了 这个有点难走了 那边 地下室 佣兵的话 这里准备过来救人 把自己状态补好 夹子拆掉 压机 地下室 打了这一轮以后 佣兵过来救人 路头这边开门战是没有技能的 他只有一个失场 好像还行 好像还行 那边机子能压好 他这里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路头要放弃这个地压室 去转打那边的心理学家 要不然他这一轮其实从 从结果来看的话是血亏的 诶 这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亮了 鸡子还给压爆了 压爆了你都赢不了啊 小兄弟 这时候杂技手里还有个飞轮 还有一颗球 你手里面就一个勾 压爆了都没有用 傭兵能教自己 心里能点门 切失常 哎 嘿嘿 哎呀 大哥球没跳过去 那好像不太行了 这里心里赶过来 来不来得及 有一个弹窗加速 阿冲 捞下来 捞下来 傭兵是直接挂地压室的 挂完以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嘿 我们这把到底经历了啥呀 我的妈 走到面前 这路头都已经没想法了 这心里怎么还不走 他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把太真实了 这就是第五人格的现状啊 兄弟们 这路头都奥逼了 啊 这绿 不是这奥逼都飞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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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 嗯 怎么炸乌鸦炸在这个地方了 趁着挽留的最后三秒钟 嗯 多么让人绝望的一幕啊 我还以为他要穿墙过去救人呢 这是就快到救人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这兄弟 当时的感觉 我要救到人了 我来得及我来得及 然后网断了 我来得及然后网断了 你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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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得及他 太厉害了 你怀疼